在贵州洗水县的大山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悬崖村庄 整个村庄居住在山顶一个狭长的地带 而村口这里就是万丈悬崖 我们看到这个村口的二阶瀑布 真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咱们想要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要从山下的这几户人家沿着这个山梁慢慢的上 然后再横过一段崖壁小道 才能到达这个村庄 整个徒步的过程是要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今天就徒步上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悬崖村庄 这里有一个阿姨要下山去了 你看你下山了 挺早的哈 你们家是住在这个村庄是吧 你们出来也是走这条路 你下山也装吗 今天干长啊 这些可不是转来的要黑啊 刷天晚两天的 刷天晚两天还走几台南的走的 担没了吧两个小时差不多 我才弄不到 我才是个婆婆上 坐到四个小时弄不到 我那三年来过 没来过 没来过 你两年从找到找到 找到啊 我一定要问啊 我有几个闹在地上 你个人手机 我没得好近的 咱们还有好多家人住啊 那时候就去睡觉着人嘛 那时候多数把气出口 那时候是那种移民把气嘛 还是有些不愿意搬留在里面 我问啊 西式托法的是 上面涂成啊 下面有有有有点堕落的 哦哦 现在还有几家人在里面住啊 现在有 十五家人 几十家只有十五家的哈 那你贵心呢 我幸福啊 我是在那边同名那边的 同名人家到这儿来的 哦啊 就是当年生了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仍有年轻的一个董事 还没夜光上都有产量 哈哈哈哈 小子的天我说就 哈哈哈哈 不懂事 眼光没注意 真是三个个人了哈 啊就是 夜光没产量了 二十二 以后夜光产量 所以我做这个可好 以前我又觉得是个 外面同名去啊 整个来搞沙子 讨猪草啊 饭菜 沙子我觉得非苦的非老婆的 妈呀最后来 偷偷退后 没有 有十多年了嘛 回家就开发了嘛 开始发展这些就好了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至少就越来越老了 越来越老了 哈哈哈哈 越光阴就可以了 哎 这个老的老的 可能年轻的有嘴巴来吗 都是那个的 对 眼前的话 住在平的地方呢 反正这点菜色不方便哈 啊啊 啊 就是说想到 然后这些山口口头嘛 有点棒棒的卖 嗯 就是有点爽不棒棒的卖 想到说 用点粉鞋子 估计不难摘 然后我再说 我们的洗面 因为同名的面花哭的小孩 然后这种你晓得不 种 种树哈 啊 山上的种啊 嗯 给我卖 四角切一斤 给我 给你 给你 几斤一斤啊 几斤成花 这才给我买点 给我买点一趟了 就那件衣服穿 一会儿 那一花步这下 你妈南部啊 我去不这还六七九 六九 这也买得到 我还从花步这些还三十九 切一切 买得五次来 我就搭着去 去捡衣服了 哎呦 哎呦 人家里 你没有想到 这还后悔也没发 你这些还后悔了吗 玩的都就大个家了 玩的都就给了去嘛 是个家嘛 我现在过家了嘛 你自己愿意在这儿住啊 你管老公 你下边又不是买房子啊 不是 那个老师对不住的嘛 就干不饿的嘛 他就有 我现在又找不到工 又找不到钱的嘛 又吃了嘛 我妈多少次 那你生活费 这起码 你不用说整一会儿嘛 不是整理说 晚上晚上那里 晚上那里 那里是有势的嘛 还是资力更生好哈 就是 要你资力更生 资力得到还好 那你慢慢来走啊 我又上去 哦要得要得你 慢慢开了 别人来抓着我 来抓着什么 我去吃点花 你要是在家里面 我可能走得过去 那你慢慢来去 我上去了 这个阿姨太逗了啊 她是同名症的 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呢 就觉得山林好啊 因为可以弄些东西去卖 然后呢 烧柴什么的也方便 结果驾到这里来 四十年 后悔了四十年 哎呀 她说起来太逗了 快到山上的时候啊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观景台 这个视角看去啊 真的是 一懒 重三小啊 哇 这个地方是真漂亮 下边是瀑布 上边也是瀑布 相当于这里是 二级浮光岩的 瀑布啊 非常的美 那现在咱们是 徒步在这个悬崖栈道上 大家来看一看哦 这里的环境真的是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啊 东一家西户的呢 有几十户的人家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真的是土地肥沃呀 这边呢就是我们航拍看到的 二级佛光岩瀑布啊 然后过来你看 这里就是村庄 整个这个上边地是非常的平坦啊 后面呢就是 延绵的高山 水源也不缺啊 瀑布呢就是从这个村里边流下去的瀑布 这个悬崖村的海拔呢是一千一百多米啊 真的是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的一个好地方呀 而且这里呢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村庄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呢都是土墙加上一些石头弄的房子 这些土地都种起来的 种了不少的玉米 这里还有一个大坝子 这个坝子有可能以前也是个宰地地吧 哎你们看这个土墙房 看起来非常不错 然后对边那儿呢也有一家 然后过去这边有一家 里边有一家 他们好像是一个山脉下边呢有两家三家的样子 一直延伸进去 这边呢是猪圈 哇我们看到这里还有 山库的新棺木 山库 这个村庄的尽头那个山上你们看看 那个云的话都好像是飘在这个山顶的感觉 你们这个房子都还要土墙呢 这上面的所有房子全部都土墙 土墙 土墙的利财 下山那条吧 跟梯子路上是不是你们村庄干的吧 是吧 二条路好不好都要干几年了 对 干的也是长了 我们都不晓得有些 等于一千八条路真好的事你们都不要的 后来培修慢慢的 培修的时候晓得 这个村庄有几百年了也是 有啊 以前是什么呀 那人多位哈 鸡舍服人是谁 这事是衣服两百多人 两百多杀在那里 接替的时候 接替的时候哈 人一般走的这些大好的农田全部都荒废 看看这个草长得多陌生 养点牛啊 养点羊啊 那简直不要太爽了 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这一户人家这里 再往前边看 你看那个山脉有一家 那个山脉有一家 这个山脉又有一家 都是东一家西一户的 看着是一个村啊 实际上每户之间的距离都不短啊 这里走到那里的话没有十几分钟也走不过去啊 整个这一个狭长地带进去 差不多有十公里的一个长度 他们留在这里的这些人家呢 很多人都有养蜜蜂 你看这里是一个大宅院了 三河头的一个房屋 但是也都是土墙啊 现在我们要找这样的原生态的村庄呢 其实很难找的 这个房屋都是修建了 差不多上百年的一个历史 别看这个房子是土墙啊 但是修建的时候呢 其实也费了大量的功夫 包括这个地板啊 全部是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的镶嵌的 这里面每一块石头 都是超过一两百斤的重量 一个人都拿不动的 你看这要花多少功夫 才能把这个房屋建好 那边那三栋房屋呢 是废弃了 没有人居住的 你们知道吗 我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张阿姨 说的中数就是这种啊 你看很多 这个山上很多 就是拿这个中树皮呢 拿去做那个背带啊 绳索啊之类的 这个小溪边更多 你看这都是中树 我不打算往里面走了朋友们 他们这里呢 全部是东一家西一户的 前面那儿呢 也没有看到人 再往里面走呢 要走很远才有一家人 所以呢 我就不打算往里面走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张阿姨不在啊 要是她在的话 肯定可以到大家混饭吃 大家说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上边整个环境真的非常的漂亮 山林茂密 土地肥沃 还有一些老树茶 还有那些中树的那个中树皮呢 也可以弄去卖的 这个地方啊 水也不缺 真的是那种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 我们看到很多房屋呢 都已经废弃了啊 特别的可惜 你们不要看到这里是东一家西一户的啊 原先呢 总共有四五十户人家 因为有大部分的人搬迁嘛 搬迁之后呢 这个房屋就拆除掉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房子啊 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 大面积的这些土地呢 都已经荒芜了 而这些水田里面呢 长出了大量的青草啊 看起来绿油油的 非常的漂亮 现在呢 也还有不少的房屋啊 但是这些房屋呢 都是在废弃的边缘呀 没有人管了 我相信这个地方呢 很多朋友是喜欢的 他们的祝福呢 相对比较分散 但是呢 又能够相互有一个噪音 又有足够的隐私度 又有足够的距离感 所以我觉得这种地方啊 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那种居住场所啊 有很多朋友呢 经常跟我留言说 要找一个隐居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悬崖村呢 可能就符合你的要求啊 而且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房屋呢 是废弃的 可以跟主人家讲一讲呢 就可以到这里居住 这里的地理位置呢 是属于尊义市 洗水县土城镇的前峰村 这个前峰村呢 是地图上标注的村庄 现在应该是合并了 不知道叫什么村啊 这个不太清楚 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村庄 喜欢这样的原生态的风景的话 你们也可以徒步上来看一下 这个村庄呢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 包括从山下上来的这些石布梯呢 也是上百年前就弄好的 这些石布梯从山下村庄 一直攀爬到悬崖村啊 我感觉最少有两万街的这个石梯 在一百多年前 全是尖挑背扛 手工开招的情况下 没有个十年八年 我估计都搞不好 所以说居住在这个山上的人 为了出山啊 真的是费了不少的心血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还要两个小时多下山 拜拜 在贵州沿河县的大山里 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住在半山腰上 周围呢 全部都是原始森林 不管这户人家往哪里出山 没有一个多小时 都出不了山 那么这户人家为何会居住在这森林之中呢 曾经我航拍过这里的一个视频 有娘母女呢 居住在这里 今天不知道进去探访 能不能遇到他们呢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在贵州同仁沿河县的大山里啊 我们今天要去山里探访一户人家 我从下边那个村在那儿走上来 还要翻过这个压口 过去呢 有一个毛马路 然后再往前行 大概半个多小时呢 会到达几户人家那儿 然后继续再往前走半个多小时呢 才会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一独户人家 今天这个路程 我都不想说了 这是翻过来的公路啊 有些朋友啊 喜欢跟我吹牛 说这个路都不敢开 哎 我告诉你们 首先我的车是两驱的 像这种路的话 它是嬉皮溜 而且下方上来的地方呢 是非常的陡的 那 必定是打滑 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说 去那个石子路啊 然后有的人说 这个路都不敢开 哎 你们也别在我们眼前吹牛了 我好歹也是开过 二三十万公里车的人 什么路况能不能去 什么样的车况 我心里有数的 这种路的话 就是一开一滑 稍微有点坡 基本上就上不来 这个路上好多折耳根啊 走过来之后 这边还发现 有一个寨子啊 这里有好多户人家呢 大家看看 这里房屋 住二边 吃饭没得了 你啊 吃了 因为这里 没几个人住的了 赶紧当工去了 我说这里 原先有好多家人呢 有四家门了 有四家门了 有 四家门了 现在都 出开了 都是到工厅了 你们要把 没几个老年人 带我住 看来 没有几个老年人 六七个老年人 现在我已经走过了 这边这个小村寨 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这个三腰呀 虽然只住了一家人 但是它这个路呢 还挺宽敞的 是不是这条路以前是 上面这个村寨啊 下山的这个主要通道 也说不清楚 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看是一望无际的大山和原始森林 你说要是这边没有人居住的话 谁会往这里跑啊 对吧 路都没有 这是他们家拉的电线 直接挂在这个松树杆上的 他们整个房屋的周边的这些土地呢 都有种起来 种的好像是玉米吧 这不算呀 娘娘转吗 真宝贵哦 两只狗在那里 我都不敢前进 而且他们一家人住在这里啊 他在田里干活 我让他过来 说我们到他家去玩一下 你们点久在里面家的 现在几个人在家吗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 小孩呢 赶紧打工去了 我们三个弟弟呢 三个都成人了 都结婚了 三个弟弟都结婚了 那你这夫妻好呢 夫妻好 都是都不动啊 都不动 他们结婚了 我自己管自己了是 关自己也行啊 是 我们姑娘去阿甘林吧 去哪个时候 我去那飞飞机过来拍过来 你姑娘看到这了吗 我都看到你们姑娘在那了吗 我妈到了这这 我都收到去了 我们姑娘去到公车转来 到公车转来发过呀 我就看到是 你和你们姑娘在家里面是吗 对对对 好巧吧 上一次旁拍了他们这里的视频发出去 竟然被他们看到了 看他妈就算了吧 看到就算的 哎呦 你吃饭吗 啊 吃饭吗 吃了吃了 不关我 不关我不关我 你妈还种了好多考验呢 我妈是可以 我爸今天心里不好 都没进 嗯 我妈要带铁匙 我带铁匙了 他开两天把你带转了 给我带铁匙 转到哪里了吧 不是把腰匙转了 腰匙转了 嗯 都转了 口皮又转破了 嗯 这点脚啊 从头上不吃铁匙 我的天 嗯 好危险 嗯 这有时候我没动手术啊 是吧 你脚块都没转破了 这都没转破了 哦 什么事了啊 不讲啊 我拨了 我不拨了 哎 不拨了 我都不拨了 啥 你烫不了 抓点烫了 抓点烫了去 哈哈哈哈 你这哪个烫啊 这是自己做的吗 嗯 啥 这是哪个烫啊 嗯 蜂烫 蜂烫来做的 嗯 嗯 我还没吃过 我吃过 吃吃一块 还这么辣啊 嗯 嗯 还可以的味道 这个在蜂糖加那个肉 哪里加面 面粉 嗯 没有的 蜂糖加糯米做的 嗯 嗯 你这个汤直接可以 它也不是很甜哈 嗯 哎呦 阿姨这个汤做的不错 我感觉都可以卖了 这 挺好吃的 我自己送 自己拿给你 哪里啊 钱吧 酒 他酒管拿着 瓜菜拿着去 送给你送给你 你拿着钱 我带钱拿着 你拿瓜菜也放了去 哈哈哈哈 送给你来 我把我这身边带你的 嗯 哈哈哈哈 这是钱吗 哎呀 我还是蜂糖拿着 可以蜂糖 哎呀 笨 我看你自己的蜂糖 嗯 爷爷 你这个蜂糖好蜂糖 哎呦 哎呦 从来是不是很 是不是很蜂糖 是不是很蜂糖 现在什么天气了 你们看看还是冻着的 阿姨太客气了 搞点他们家的蜂蜜 你们哪个会 也家人住在这儿呢 没住在上面的在这儿呢 我们是买的这边了啊 买的这边了呢 嗯 我们把这边吃了 我们的公司 公司要 哪个是买的啊 嗯 20年了 花了好钱买的啊 我再给 五六万 我再六五六万买的这儿呢 我再给 我再给 我这三年一还买的啊 三年一还买的啊 三年一还买的啊 嗯 有好多三年啊 我们三年一 四百多么五百买 六万块钱就买的 嗯 好花生哦 有花生 我再给五六万给你 只要大多大 我再几十万 我再给 我再给 五六万 这五六万 我再给 五六万 哦 你们在外面做的地区团 买的吃点 哦 你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地区多 没得土地的 嗯 对 看你这 停车三年后啊 房子一盒都没得这么热了 哇 四五百蒙三年多哦 嗯 你这停车三年以后 没我们的啊 三年土地 房子一盒 嗯嗯 中共 多万多 二十多年前 嗯 你们还是有钱 你有人都能钱拿 龙龙钱出来 我的椅子都不也做火了 一直在外面做火了啊 嗯 哎呦这个阿姨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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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阿姨家的土蜂蜜 很香啊 很香啊 走了这么久的路 喝一碗蜂蜜 舒服多嘞 哈哈哈哈 我喝一碗 你不是说明天是呀 不住 他现在就是他 又不是他的钱 是呀 现在 我都要去了 没吃好去 你们姓郎 他们这不是姓商 我们这不是姓姓 好浪多钱买了这儿来 这个阿姨不安 就是走路太难的走的 嗯走路行 什么阿姨小小小 一来会被吹花 一来有些借他们 钱又送他们 你不借他不来 你不借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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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借他不借他 你不借他 在这玩意带不下来哈 啊 我都配分 你们哪个生日多万多块钱买着 啊乱多块钱 你跟他乘你们都买到房子吧 真的 在这都没用了 没用 没用的房子了 那他爸爸一小没了 本来还一久了 那你们的老人呢 也是带二边哈 那你干的过失了 嗯 破脚干的过失了 两脚很 比黑嘛 哦哦哦 这个是黑嘛 那你老人现在都没吃喝过哈 我没有 我没有 那里吃些过一点 最近我都一过 买了 过来说不说就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里啊你不管种的哪个都麻烦 嗯麻烦 弄不出去 嗯 你这里不是很有条件 搞羊子吗 羊牛啊羊羊子啊 也不是好得很吗 没有羊子啊 没听懂 哇 他忘给你死啊 你都忘过羊子呢 忘过 我们的羊子 也成人都忘了羊子 全部没得了 嗯 不是卖的他自己死的 嗯 是不是找谁熬的哦 不是啊 就给 给人家 要吃到 中了一股 没有羊子啊 一股 我一股都给你死了 哦 给我熬的 嗯 这时候我一股都给我们洗草 中了洗了都给我们洗草 都没忘了 但是我还有几个牛 就没忘了用了 有十几个 有三个水一年 你去到这个 哦 那你现在的牛都是留来山上去了哈 嗯 大家看一下他们那个房子 是15住的 15住的房子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我没见过 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十二根猪头 你要赶会儿 你要赶会儿 不住不住不住 我不吃不住 走了 那我走了 就洗手啊 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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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今天要走 干嘛去啊 好 答复你时间了哟 真是你 哈哈哈 这个地方的环境啊 真的非常的不错 这个阿姨呢 也非常的客气啊 因为我在她家吃饭 一直都叫我吃饭 我想呢 她又要现煮嘛 很麻烦 然后呢 喝了一点他们的那个土蜂蜜啊 那个真的好喝 主要是这个阿姨她也要干活儿 所以呢 我不会在她这里待的太久啊 影响她干活儿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她家这两条狗啊 她是属于那种缩头狗 她就在你身后 她也不出声儿 没准干你两口的话 就得不偿失 所以我都不敢待的太久啊 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呢 原先就在这里居住 没想到阿姨说的是 他们家呢 有五兄弟 然后没有土地种 那个时候呢 又带着三个小孩 一家五口人呢 这个没有土地种呢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他们就六万块钱 在这个地方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搭上这一片 四五百亩的这个山林土地 我听到她这么一说呢 我的第一反应呢 也是觉得她应该在城里买房子啊 但是这个在山里买土地买房子 和在城里买房子呢 还真的不好说 哪边呢 更有性价比 很多时候的话 真的就是选择的问题 如果选择在城里买房 那你要想一下 那个时候呢 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小孩 一个人出去打工挣钱 来养货一家五口呢 其实也不可能 剩得下钱 那么居住在大山里呢 最起码是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你看她有这么一片森林 现在呢 养了十几头牛 一年呢也可以挣点钱 哎 朋友们如果说 给你一个选择题 一边呢 是到山里买一栋房子 和几百亩的山林土地 一边呢 在城里买一栋房子 你会选择哪一边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